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通过之前两节课的学习 相信大家对英特网 TCP IP协议 IP地址和域名的相关知识 都有了一定的了解 英特网是当今最大的 国际性计算机互联网络 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 接入方式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光纤接入进入了寻常百姓家 成为了目前使用最广泛的接入方式 无限接入助推了移动互联的飞速发展 使得无论身处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你 都可以遨游在英特网的海洋中 同学们 你对英特网的接入方式了解多少呢 知道自己家中采用的是哪种接入方式吗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英特网的接入方式 第三课 英特网的接入方式 老师 上周末我搬了新家 因为不能上网 带来了许多不便 所以打算申请安装英特网接入 老师能给我介绍介绍吗 好的 小雅 今天这节课我们学习的内容 正是有关英特网的接入方式 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 目前英特网有哪些接入方式 随后我们再讨论如何选择适合的接入方式 听说我们的网络达人小达又立功了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还是请小达同学自己来讲一讲吧 好的老师 我和小雅在暑期制作的三国演绎读后感电子书 被评为了曲优秀电子书作品 上周末 我和小雅作为代表前去交流展示 我们把最新版的电子书和演讲PPT复制到了U盘里 但到现场后发现U盘坏了 无法读取文件了 带去的笔记本中又没有最新版的电子书和PPT 怎么办呢 我想到了在邮箱中存有最新版的电子书和演讲PPT 只要能上网不就可以下载了吗 但现场的WiFi又出故障了 真是一个意外接着另一个意外啊 我突然想起了手机可以开启热点 笔记本电脑连接上手机的热点 通过手机的流量 不就可以下载了吗 最终我们还是出色的完成了此次交流展示 小达真不愧网络达人的称号 集中生智 笔记本电脑连接手机热点 通过流量成功下载了电子书和演讲PPT 老师这就是无线接入吧 是的小月 下面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无线接入 在各种无线接入的方式中 目前比较普遍采用的是蜂窝移动通信接入和WiFi接入 所谓蜂窝移动通信 就是采用蜂窝组网的方式 在终端与网络设备之间通过无线通道 彼此连接起来 从而实现终端的移动通信 大家不要以为蜂窝移动通信又是一个新技术 离我们遥不可及 其实目前我们经常听到的4G和5G就是蜂窝移动通信技术的第四代和第五代 当我们手机的屏幕上出现如图的字样时 就表明当前手机接入英特网的方式采用的就是第四代蜂窝移动通信技术 老师,我记得姚老师在介绍通信技术时提到过5G 5G的数据传输速度更快 应用领域也越来越广泛 是的,在5G的技术下 如无人驾驶等新应用在不久的未来将来到我们的身边 当我们手机的屏幕上出现如图的扇形图标时 就表明当前手机接入英特网的方式采用的是WiFi接入 简单的讲 WiFi是一种允许电子设备连接到一个无线局域网的技术 它实现了将有线网络信号转换成无线网络信号 现在几乎所有的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和笔记本电脑都支持WiFi上网 无线局域网是一种较为灵活的短距离的无线通信技术 在一些特殊的环境下 可以弥补有线局域网的不足 了解了无线接入后 请问同学们 无线接入的通信线路和连接设备是什么? 老师 我认为无线接入的通信线路为电磁波 如果终端连接的是手机信号 连接设备则是蜂窝移动基站 如果终端连接的是WiFi信号 连接设备则是无线AP或无线路由器等 小达同学回答得很好 看来对无线接入的了解很全面 除了无线接入外 同学们 你们还知道有哪些英特网的接入方式吗? 老师 我知道 还有光线接入 我们家上个月才新安装的 我以这个为主题 还制作了一个微视频去参赛呢 好的 小月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你制作的微视频吧 工作人员将一根黄色的细细的连接线 从楼道中接入我家 事后我才知道那就是光纤 光纤接入一个白色小盒子 我们把它叫做光纤接入设备 用一根双脚线将台式机 与这个白色小盒子相连接 再进行了一些设置后 台式机 手机和笔记本电脑 就都可以上网了 差点忘了自我介绍了 我是ISP工作人员 ISP及英特网服务提供商 InternetSips Provider 安装光纤接入需要事先咨询ISP 询问一下所在小区是否有光纤资源哦 小悦同学的微视频做得非常棒 看完微视频 大家是不是觉得光纤接入的安装 其实非常简单 增加一个光纤接入设备 做一些简单的配置就可以了 根据微视频 我们来判断以下的表述 哪些是正确的 哪些是错误的 老师 我先来试试吧 我认为第一种表述 可直接申请光纤接入 无需咨询ISP是错误的 因为不是所有ISP在每一个小区都有光纤资源的 老师 我认为第二种表述 光纤接入一般 可供家中多个设备同时上网 是正确的 因为光纤接入设备 能以有线和无线的方式 连接多个终端组成一个局域网 可同时接入英特网 老师 我认为第三种表述 图中的手机 笔记本电脑和台式计算机 都是连接光纤接入设备发出的WiFi信号 是错误的 因为手机和笔记本电脑 连接的是光纤接入设备发出的WiFi信号 但台式计算机是通过双脚线 以有线的方式 连接到了光纤接入设备 并没有连接WiFi信号 大家说的都很好 光纤接入是目前使用最为广泛的一种 英特网接入方式 学习到这里 我们继续对光纤接入的通信线路和连接设备 做个小结 老师 我觉得光纤接入的通信线路是光纤 连接设备就是WiFi信号中的白色小盒子 光纤接入设备 小雅同学回答正确 老师 刚刚的WiFi信号中有介绍 安装光纤接入需所在的小区有光纤资源 我了解过 目前的光纤资源都是新建设的 若光纤资源还未建成之前 我们又是如何接入英特网的呢 在没有光纤资源之前 我们只能通过电话线路和有线电视网络来接入英特网 ADSL就是利用了电话线路来接入英特网 老师也制作了一段有关ADSL接入的微视频 下面我们就通过微视频 来学习什么是ADSL接入 请同学们仔细观看 我们申请了ADSL之后 安装人员会先找到我们家中的电话线 然后给电话线接上一个分离器 这个分离器一个接口连接我们的电话 另一个接口连接ADSL调制解调器 然后再用双脚线连接电脑 这样ADSL接入就安装好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发现ADSL直接用我们现有的电话线来完成电话的语音信号和上网的数字信号的同时传输 当我们家中还没有开通ADSL的时候 这根电话线就相当于一条只有一根车道的路 这条路只能用来传输我们打电话的语音信号 当我们开通了ADSL之后 这根电话线除了要传输电话的语音信号 还要传输上网的数字信号 由于电话线只能传输语音信号之类的模拟信号 就需要通过调制解调器将电脑的数字信号调制为模拟信号 再通过分离器将语音信号和调制后的数字信号分离 这样信号之间就互不干扰了 电话和上网就可以同时进行了 因此我们的电话线就分出了三条路 一条是用来传输打电话的语音信号 一条负责上网时上行的数据传输 另一条负责上网时下行的数据传输 可以看出下行数据传输的路最宽 上行其次语音最窄 所以ADSL的下行速率较高 可达1.5Mbps至8Mbps 上行速率为16kbps至1Mbps ADSL的中文意思就是非对称用户数字线 非对称就是指上行和下行的速率是不一样的 老师,视频中提到了ADSL调制解调器和分离器两个设备 它们的作用我没有听明白 能不能再解释一下 好的,小月 ADSL调制解调器的作用是将数字信号与模拟信号相互转换 计算机发送和接收的都是零和一的数字信号 而电话线传输的是模拟信号 若要利用电话线传输零和一的数字信号 发送方就需要将数字信号转换成模拟信号 这个过程称之为调制 接收方则需要将收到的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 这个过程称之为解调 分离器的作用是将电话的语音信号和网络的数据信号分离 这样就可以打电话和上网同时进行了 在ADSL接入方式中 调制解调器和分离器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我们继续请小达同学来小结一下 ADSL接入方式的通信线路和连接设备吧 好的 根据微视频的介绍 ADSL接入方式的通信线路是电话线 连接设备有两个 分别是ADSL调制解调器和分离器 小达回答得很好 老师 那通过有线电视网络 又是如何接入英特网的呢 通过有线电视网络来接入英特网 就是有线通接入 有线通接入需利用有线电视网络 并加装Cable Modem 有线通专用的调制解调器 台式计算机通过双脚线连接在这个Cable Modem上 有线通接入是将一个频道用于数据传输 这样将不会对原电视信号产生任何影响 而且一个电视频道的带宽很大 其上网速率远高于ADSL 同学们 光线接入是用光线连接英特网 ADSL接入是用电话线连接英特网 那有线通接入是用什么传输介质连接英特网的呢 老师 我记得在上一单元中 孙老师介绍传输介质时 曾提到过同轴电缆 常用于有线电视的连接 那有线通接入方式的传输介质 应该就是同轴电缆吧 小月 回答正确 有关有线通接入的通行线路和连接设备 我们继续来总结一下吧 老师 有线通接入的通信线路是同轴电缆 连接设备是Cable调制解调器 小雅回答得很好 同学们 请问当使用手机APP扫码乘坐地铁时 接入英特网的方式是哪一种呢 老师 接入英特网的方式是无线接入 老师 我也认为是无线接入 因为手机等无线终端设备 接入英特网的方式 只能是无线接入 小月和小达都回答得很好 至此我们已经了解了目前英特网常用的接入方式 下面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如何选择适合的接入方式 当有以下两种情况需要接入英特网 请同学们说出你的选择 老师 我先来试试吧 我认为情况一 适合的接入方式是无线接入 因为在外旅途中 我们仍处于移动的状态 只有无线接入可以满足使用的需求 手机就可以通过蜂窝移动通信技术 接入英特网 开启热点后 就可以供其他终端设备 以WiFi的方式接入英特网 但这样会造成手机的数据流量 消耗的比较快 如果是有线流量的话 很容易超过上线而产生额外的费用 必须时刻关注 使用完后应立即关闭热点 小月说得很好 老师 我来说说我自己的情况吧 我认为搬新家后 光纤接入和有线通接入都适合我家 我会同时咨询多家光纤接入 有线通接入的ISP 从接入速率相应费用 售后服务等多方面因素综合考虑 再决定选用哪种接入方式 小雅说得也很全面 同学们 你们为什么不选择ADSL接入呢 老师 ADSL接入作为一种早期的英特网 接入方式 其最高的接入速率 已无法满足目前的使用需求了 因此我认为ADSL接入已不适合目前阶段 小达说得非常好 老师也完全同意小达的观点 光纤接入和有线通接入都可以作为我们家庭接入英特网方式的选择 手机以蜂窝移动通信接入英特网 并开启热点供其他设备连接英特网可以作为应急备用方案 当然我们最后决定前还可以从有无相应资源 接入的速率 信号的稳定性 售后服务 发展趋势 费用等多方面因素综合考量 挑选适合的接入方式 同学们 今天我们首先从通信线路和连接设备等方面 了解了目前常用的一些英特网接入方式 随着无线技术的发展 5G、4G和WiFi接入已成为无线接入的主要方式 是我们日常不可或缺的接入方式之一 光纤接入已成为目前使用最为广泛的接入方式 ADSL接入是较早时期的接入方式 利用了电话线路接入英特网 在有线的带宽下 会给用户带来更加的上网体验 将上行、下行的速率设置成不一样 有线通接入是利用有线电视网络来接入英特网 第二,我们讨论了该如何选择适合的英特网接入方式 可以从资源、速率、信号、售后、费用以及使用场合等因素来综合考虑 挑选选选选选适合的接入方式 这节课留给大家两个交流与讨论的内容 第一,请同学们查阅相关资料 了解无线接入、光纤接入、有线通接入的速率 第二,开展主题交流 我的英特网接入我做主的活动 分享一下你家接入英特网的方式 可以从所需硬件、速率、RSP、费用等方面开展交流讨论 各位同学,通过今天这节课的学习 我们了解了目前常用的英特网的接入方式 尤其是对现今使用最为广泛的光纤接入所使用的设备 有了直观的认识 英特网的出现使足不出户 辨知天下事这一愿望成为现实 选择一种合适的接入方式 将给我们带来更加的上网体验 希望大家课后认真完成交流与讨论的内容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